最近TikTok的命运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作为成功出海的明星企业 如今面临着要么退出美国 要么被强制出售的不公待遇 让无数人愤慨心痛 目前整个世界还为尘埃落定 结局仍未可知 大家不妨先听小虎讲讲TikTok的前世今生 2014年上海的一家创业公司 上线了一款名为musical.ly的软件 用户可以在app上制作并分享15秒的对口型MV 虽然功能很简单 但这款软件却在大洋彼岸大方一彩 不到一年便登上了美国iOS免费榜第一名 不到两年累计登上了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 iOS免费榜第一名 被视作最年轻的社交网络 如此亮眼的表现一方面引来了资本的追捧 公司迅速完成了500万A轮融资和1600万美元的B轮融资 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社交巨头们的注意 Facebook 快手 字节跳动 腾讯都想把它收入囊中 不过由于musical.ly骨子里的中国血统 扎克伯格在收购上有些犹豫 这就给了别人机会 在musical.ly征战全球的时候 抖音快手正在抢占国内短视频市场 与此同时 双方也在加快进居海外的步伐 17年中旬 抖音海外版TikTok登陆谷歌应用商店 面对短视频双雄的夹击 musical.ly海外市场增长缓慢 国内市场无力竞争 内外交困的局面在管理层心中 埋下了出售的种子 同年11月 字节跳动斥资8亿美元 成功将它拿下 坊间传闻 为了这次收购 张一鸣答应了当时拥有一票否决权的 猎豹移动董事长 附胜的额外条件 多花了1亿多美金 买下了猎豹移动另外两款出海失败的产品 9个月后musical.ly带着老用户 与刚刚成立不久的TikTok合并 完成了它的使命 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社交新贵 合体后的TikTok宛如猛虎归山 而个性化推荐就是这只猛虎最锋利的獠牙 在海内外 虽然AI推荐算法早已被应用 但抖音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如果说快手YouTube等短视频APP是餐馆 将菜品列在菜单上 让顾客自己选择 而抖音却是一进门 就直接喂给你一道菜 如果不喜欢再喂你另外一道菜 除此之外 TikTok亮出了利兆 特别的烧钱方法 与传统意义上的烧钱换取用户下载不同 TikTok每到一个新市场 就花重金邀请当地的知名明星入住 原因也很简单 这些明星在当地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 和成熟的内容渠道 对引流和提高留存率 有非常好的效果 在欧美 公司邀请到了贾斯汀·比博 塞琳娜·戈迈斯·威尔史密斯等明星 通过这些明星在Facebook Inst等社交平台上的宣传 TikTok的数据飙升 但同时 公司也越亏越多 18年亏了12亿美金 去年 广告费用增加4倍 平均每天就得烧掉300万美金 就这样 短短几年时间 TikTok在全球下载量达到了20亿 活跃用户超过8亿 把众多模仿者打得丢盔卸甲 可是老话说得好 木秀于林 风比摧之 在隐私安全等质疑声中 TikTok先是在印度遭遇抵制 随后是在美国面临 退出卖身二选一的难题 紧接着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加入了其中 唯一的好消息是 欧洲还没遭遇抵制 但前有华为的例子 谁也不能保证什么 目前来看 TikTok 玻璃 美国等四国业务 几乎已成定局 但为什么潜在买家只有微软呢 首先是价格 TikTok现在的估值高达500亿美金 无论是纯现金 还是现金加股票的并购方式 都很少有科技公司买得起 恰巧 目前微软账面上 有1300多亿现金 不差钱 其次 Facebook 苹果 亚马逊 谷歌这四家科技巨头 深陷反垄断调查 而微软却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自然脱颖而出 最重要的是 微软怀揣着抢回C端消费者市场的野心 用500亿美金换来1亿多年轻用户 这笔生意 对于坚定转型的微软来说 并不亏 作为一家面向C端 成功走出国门 在海外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公司 TikTok依然有许多不足和争议 从出海明星到被迫卖身 在遭遇种种不公正对待后 张一鸣和他的TikTok 能否卷土重来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